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眼 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 女偶 女妙 天下 我谈到三国的故事 为什么三国这一段时间 在中国历史上引起大家的注意 因为这段时间 同时间出现了很多的英雄 一时多少豪杰 闹得天翻地覆 后来经过小说和戏剧的推破竹篮 所以引起大家对三国的兴趣 可是要了解三国 需要很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其他方面的基础 当然 李敖是最理想的人 来谈三国 我给大家先谈个故事 唐朝的李商隐 写了一首诗 讲到诸葛亮 这个诗的名字叫做 丑比义 里面就讲到了 说图令上将 灰神笔 中间降网 走船局 一般人把这上将 有些人翻成打 蜀国的 魏国的总司令 叫邓哀 是错的 这个上将是指诸葛亮 诸葛亮 灰神笔 在办公文 在主持政务 搞了半天 结果是空亡一场 为什么呢 最后看到了自己的国王 投降了 就是刘备的儿子 刘禅 就是阿斗 投降了 管月有才 真不甜 官张无命欲何如 管是管仲 月是月异 有才干 可以白才干 官宇张飞 也没有那种好命 有再有好命 也没用 就是天命 不在他们这方面 所以他年 仅礼 金赐十庙 现在的成都 武侯词 祝国亮喜欢 唱的一首诗 叫梁富音 梁富音城 恨有余 就表示说 空于恨 中国问题 要中国人来了解 很多洋人 所谓汉学家 常常闹笑话 过去研究中国的一个外国历史学者 他说 就写书啊 说 说诸葛亮啊 是音乐家 人家说 你凭什么说诸葛亮是音乐家呢 他说 看到没有 他说 管月 管月有才 真不甜 管公 管仲 乐异 是诸葛亮最佩服的人 在三国志 诸葛亮传里面 也谈到了 你看 他是致笔 与管仲 乐异 他不晓得管月两个字 这个外国的历史学者 不晓得管月是管仲跟乐异 把他当成一个音乐的管弦乐 乐器 所以诸葛亮智笔管月 就是说诸葛亮会玩管弦乐 所以诸葛亮是音乐家 所以闹过这种笑话 还有一个笑话 也是外国的汉学家 他说的 他说中国的诗人陶渊明 晋朝啊 他眼睛不是正常的 是斜眼 眼睛是斜的 为什么斜眼呢 他说因为陶渊明 有句诗可以证明 诗是说 皆如在人静 而无车马轩 问君何能耳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就在这里了 在东篱之下采菊 东方的这个 篱笔之下采菊 怎么能够看到南山呢 可见 有一个眼睛是斜的 一个看到东方 一个眼睛看到南方 所以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证明了陶渊明是斜眼的 所以陶渊明就是陶斜眼 外国的汉学家 对中国的文献的了解 太浅薄了 我李敖就看不起他们 所以我觉得 到外国学什么 声光化电 学科学还有道理 到外国去学 中国的文学 中国的历史 我认为没有道理 因为洋人怎么会那样子 比我们中国人 还了解中国 比如说我们谈到了曹操 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一般人没注意到的 曹操是敬酒的 不许别人喝酒的 可是也奇怪 曹操写在短歌行里面 有这种诗 喝一解忧 唯有杜康 杜康是种酒啊 表示曹操 曹操至少偷偷的 自己在喝酒 喝一解忧 唯有杜康 现在 淘汰是敬酒的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 刘备也是敬酒的 他们这些人发神经 忽然都敬酒 美国过去 美帝也发生过敬酒的问题 去得了吗 敬不了 最后呢 这个制度 这个好意 结果都会破坏掉了 刘备也敬酒 刘备碰到一个人呢 他的一个好朋友 叫简庸 简庸 简庸什么人呢 跟少语 就是张国志 简庸传 他年轻的时候 与先祖 与刘备 与舅 是老哥们 随同周旋 跟着在一起 跑来跑去的 可是这个人呢 他架子很大 你懂意思吧 他就是 他这个悠游风意 简奥铁堂 就是他这个 很这个 就很 什么都不甩别人的 很神气的 在先祖坐席 在刘备 那时候没有椅子 没有桌子 都坐在席上面 坐席 就是 鸡居倾斜 游鸡居倾斜 什么叫鸡居呢 鸡居 是两个腿插开 我坐在这里啊 两个腿这样分开 请大家注意啊 古代的人呢 是不穿裤子的 不穿裤子 两个腿一插开 一不小心 别人就看到你里面了 就看到了 所以在 孟子 是离婚的 孟子为什么跟老婆离婚呢 就是孟子有一天回家 看到老婆啊 继续 就两个腿插开 然后坐在家里 孟子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女的 这个老婆 不守护道啊 就把她 修掉了 所以 鸡居两个字 是两个腿 分开的 汉高祖常常是 鸡居骂人 两个腿插开 就开始骂人 为什么呢 就比较 耍流氓 所以 这个 简匀这个人呢 他常常是 坐在 别人坐在席子上面 那时候没有桌子了啊 就 躺在那里 两个腿插开 威夷不素 就是 很随便的 啊 小意思的 啊 自重视 自己 很放纵啊 谁怎么高兴 怎么高兴啊 祝国量以下啊 独善一塌 就是 塔塔蜜啊 现在我们现在分习一样 刘备做一个首席 祝国量做一个 一块啊 一块 这个 日本我们说 叫塔塔蜜啊 然后 简易自己也做一块 是这样子啊 这个席 自己单独做一席啊 就表示很拽的 很神奇的啊 有一次啊 开始敬酒了 他跟刘备啊 出去巡视 刘备就看到了 有个造酒的酒缸 没有造酒啊 有个酒缸 看到没有啊 十天 汉敬酒 天不下雨 刘备要敬酒啊 狼者有行 酿酒的人啊 就有行啊 利 就是那些官吏啊 在人家 在个家 民家里面 找到了这个 酿酒的工具 好不说 有酒 酒坛子啊 这种啊 论者 论者就是 这个 要给他判刑的人啊 看到做酒的工具 就认为他做酒 他与做酒者同伐 与造私酒的人 一同来伐 他没有造私酒 可家里面看到一个造私酒的 这个酒缸啊 就来同伐 拥与先主 拥与刘备 在弯步上走 看到一男一女的走在马路上面 他就跟刘备说 比人欲行云 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 要 开房间 要上床 要妨碍封化 为什么不抓他 为什么不绑起来 刘备说 监主约 为什么 清和 以致之 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 要通奸呢 简用 必有其具 他们两个人都各有生吃器 有他工具 与这种造私酒的相同 怎么意思啊 他们俩虽然没有通奸 可是他们有通奸的工具 男人有生吃器 女人也有 所以 刘备选通了 原来他没有造酒 可是他家里有造酒的这个酒缸 你就抓他 认为他跟造私酒的同罪 同样的 这个男的 这个女的 他们也有罪 因为他们有行淫 就是通奸的 不干好事的这种生吃器 刘备一听 笑起来 看没有 宣主大笑 刘备笑起来了 而原就原谅了 那种所谓要造酒的人 就简庸 他的这个滑稽 古代那种古迹 其实此类 都这一类 换句话说 他不跟刘备说 你这个法律不通的 人家不会现行犯 人家没有造酒 只是说 你进酒了 他就不造了 不造了 以后公屋在那里 你说有工具 也要罚你 这个不通的 可是他不讲 他第二天跟刘备 走到马路上面 然后他看到一男一女 说抓起来 他们俩要上床 要做冲动表演 刘备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 他们俩有工具 有工具并不公平犯罪 可是他用这种 很技巧的 会开玩笑的 与妙天下的方式 把这个意思 传达给刘邦 刘备 刘备一听呢 就笑起来了 知道自己 做得太过分了 这就是简用的了不起 他聪明 他不是跟你 刘备对干 也不是跟刘备手下 这些人对干 他讲了一个例子 所以大家哈哈一笑 问题解决了 刘备的死对头 曹操 刚才这个曹操 是精细里面的曹操 大家这个造型 打白脸 曹操 曹操也禁酒 我告诉大家 我现在里要展示 我的历史的宽度 曹操在中国上面 有很多了不起的功劳 可是他干了一件事情 也是创举 搞什么 搞特务 中国人开始有特务 有特务的制度 是从曹操开始的 当时的名字叫教士 教是教队的教 学校的校 事情的事 教士 就是除了正统的 这个司法制度 遇史制度以外 曹操训练了一批人 专门给他 到处去听 去查 就是特务 刘备也跟着学 也搞特务 也搞教士 孙权也学 也搞教士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当你 我们历史宽度的时候 就会告诉大家 中国历史上面 搞特务 是曹操开始的 可是他们 曹操儿子 以后 到了孙子 也停下来了 就搞了五十年特务 可是现在的 曹操后代的人 就知道搞特务 哪里会停 美国的 CAA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美国的FBI 联邦调查局 乃至于苏联的KGB 都是特务 这个制度 老祖宗 就是曹操 当然系统 各有各的系统 还不说天主教徒 天主教有个会 叫做耶稣会 耶稣会 就是教皇的特务 特务组织 所以我们律师要宽度 才能了解这个现象 曹操是搞特务的 搞特务 曹操时代有一个有名的医生 我们在中医的店里 小的诊所里面 都看到华陀 华陀在世 华陀 我们现在念法 从华国锋以后 我们都念华 事实上还是念华 华陀 曹操头疼 华陀就给他治他病 好了 曹操以为没事了 过几天又疼 还要请他再疼 曹操就恨他 认为什么呢 因为华陀有能力 把他的病治好 可是他不让他好 他不让他断根 为什么不断根呢 断根我就不住院了 你每次头疼都要找我 每次都要找我 曹操就很光火 华陀对他的本领 就是 他是一个严格说起来 他是个魔术师 他在三高演义里面 说华陀系曹操 那些动作 全是魔术师的动作 曹操碰到华陀 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被耍的感觉 他头疼老是不好 他就曹操了很多疑 就说他养物病 什么叫养物病啊 我本来没有病 他把我的病啊 养我的病 不是我来养我的病 他把我的病养的这个病啊 永远不越好 永远不越坏 是我有求于他 中国的过去有一句成语啊 叫养寇自重 养敌人 敌人是你养的 我讲到三国演义里面的空城记的故事 空城记的故事啊 中国亮搞了空城 他知道司马仪 他的敌人司马仪 聪明到 也知道是空城 我的空城 可是他也进一步的知道 你司马仪 不会进来抓我 为什么不进来抓我 因为我是寇 我是你们的敌人 你要养着我的寇 你把我抓了以后 我头被砍了之后 皇帝 你的皇帝 你的主人 也不喜欢你了 因为你没有用了 主要敌人被消灭了 你就变成次要敌人 所以你我用主要量 永远不倒 永远在这里 永远是你的敌人 你养着我 像小老婆一样 你养着我 你才能活 要养寇自重 曹涛认为华佗 养病 养谁病呢 养我的 养我曹涛的病 永远是我头疼 永远不治好我的病 这样子呢 你才能够 在我面前 永远很神气 因为我看到你啊 我就头疼 请你治好我的头疼 有一次 终于把曹涛给惹火了 曹涛把华佗给杀了 杀了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医生 被他杀了 杀了以后 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曹涛的小儿子 曹忠 得了病 快死了 曹涛就后悔了 说当年我要不杀这个华佗啊 他就可以救我的小儿子 结果曹涛觉得 他不该杀这个华佗 我们看这段历史啊 你看吧 华佗死掉以后 太主 就是 曹涛说 头疯未出 还在头疼 还疼 头还疼 太主曰 华佗 脱能欲死 华佗有本灵 能够治好我的病 小人养无病 他抱着病 养得不停 病得不停 欲以自重 你看 养病自重 刚才我讲的养寇自重 养病自重 然无不杀次子 但我不杀这小子 一中当 不为我断此 根源儿 他永远不会帮我治好 不让我断根 永远使我头疼 我非杀他不可 所以曹涛就很后悔 就要杀他了 以后来 爱子仓书 曹涛病困 快死的时候 曹涛叹气说 误悔杀华佗 我后悔杀了华佗 令此而 叫我的小孩子 强死 不得不死 也 就是曹涛杀了华佗以后 有一个重要的 令他遗憾的 后遗症 就是他的小儿子 仓书 就是曹冲 病的时候 没有人再救他了 曹涛想不到 杀了华佗 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李敖 我把刚才我念的那段三国志 他的非前简体字部分 也给大家看看 因为原来台湾地区的 台湾地区的朋友们 他们可能还不习惯看简体字 大家看一下 这个繁体字 华佗死后 太祖 投风 未除 太祖曰 佗 能遇死 小人 养无病 欲 以 自重 然 污 不杀此子 我不杀这小子 亦中当 不为我 断此 根源儿 他也不会 给我断根 还是要整我 让我继续头疼 其后 爱子仓书 病困 仓书 叫曹仓书 太祖探月 污毁沙 华佗 后毁沙 华佗 令此 叫我的儿子 强死也 就这样 眼睁睁的 死掉了 不能救 就死掉了 这个儿子什么人呢 曹他的小儿子 曹冲 中国人都知道 有个童话 就是曹冲 称相的故事 曹操搞了一头相 人家送他一头相 相到了以后 曹操就说 我们怎么样知道 这个相多重呢 大家都研究 谁也研究不出来 曹冲说 他曹冲群同 他说很容易 就木筏 在水上面木筏 叫这个相 这个 这个 站上去 然后就 就汽水嘛 就看到汽水线 多少以后 画出来 把相 牵走 把石头搬进来 砖头搬进来 同样重量以后呢 汽水线又到一个地方了 就看到同样汽水线 然后再把这个石头 砖头 一个一个去撑 就加在一起 就是相的重量 对曹冲称相的故事呢 证明了这个神童 能够帮曹操解决了这些问题 曹操非常的喜欢他 可是后来曹冲啊 活不下去了 我们看这段故事啊 曹 武皇帝 就 魏武啊 就曹操啊 二十五男 生了二十五个儿子啊 女的不算 我跟大家讲过啊 汉武帝的哥哥 中山晋王 刘胜 中山晋王刘胜 生了一百二十个儿子 就曹操生了二十五个儿子啊 还是小事情 小事一件啊 在中国 很少有人 生那么多儿子的 因为变成一夫一妻 甚至一胎化 在我那个时代 我在四九年 离开上海的时候 还知道上海有一个人 有很多儿子 他在上海的一个地头蛇 叫做王小赖 他是有名的儿子很多 想不到 到了台湾 我碰到一个人呢 他说 他的爸爸是空军 而且空军的爸爸 就是王小赖 原来他是王小赖的孙子 他跟我讲的故事 很动人的 他说我爸爸是空军 常在夜里出勤务 那时候我小男孩子很少 出勤务的时候 可能就回不来了 所以夜里我爸爸 出勤务的时候 会把我抱醒 抱起来 跟我亲我 我是小男孩子 跟我等于每一次 都要永别一样 说再见 他说那个时候 我小的时候困得要死 我眼睛睁不开 我爸爸跟我 抱起来 跟我亲 亲我 等于 再见 他说我还闭着眼睛 我没有感觉 可是后来我发现 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闻到了 我爸爸跟我亲我的时候 他 出发以前 脸都洗干净 胡子刮干净 擦了古龙水 那是不叫考 觉得空军有钱 那时候 擦古龙水 他香水擦在脸上 他说我迷迷糊糊的 被我爸抱 他听我脸 我就闻到了 这个古龙水 男人擦在这个 刮胡子以后的香水 我倒没有想到 我爸爸什么样子 可是我想到 迷迷糊糊的 就是香水 好几次 有这种香水的经验 这个 因为他儿子多 所以有个孙子 被我认识了 曹他呢 有25个儿子 其中一个儿子呢 后来就封成了 郑埃王 死了以后 封为郑埃王 就曹冲 自藏书 刚才我们看到的藏书 看到没有 生五六岁 五六岁的时候 至义所及 有若成人 他的智慧 所达到的地方 有若成人之志 就跟成人一样的 这个有智慧 那个时候 孙权 去 曾治巨像 送了一个大象过来 太祖曹操 欲知其斤重 就希望知道他多重 仿之群下 问到下面手下 邪莫能出其理 谁都想不出来 怎么方法呢 曹冲说 像五六岁小孩的说 持大象船之上 放在船上面 磕其水痕所致 看他吃水线 撑物以载之 然后呢 就换成石头 砖头 则可置意 互相比较 互相比较 就知道 你不能把他大象切开来 撑他住那吗 可是把砖头石头 一块一块去撑 所以就这个故事 后来 藏书就曹冲 死掉了 死了以后呢 他们家老大 曹培 假惺惺的 就劝曹操啊 劝了爸爸 说不要太难过了 不要太苦 曹操讲了一句 真话 说这是我的不幸啊 我最疼爱的小儿子死掉了 我的不幸 而鲁曹之心 你们这些人的幸福幸运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可以继承我的接班 你们老大可以接班 除非像那个台湾的台硕 那个老大 王文杨一样 就不能 长子接不到班 否则的话 你们老大接班的 可是 我曹操喜欢 这个小儿子 我可能将来 我的我的这个权利啊 留给他 不留给你们 可是他死了 你们就 放心的可以接收 我死了以后 这个资源 政治资源 所以你们会高兴 这是我的不幸 这是你们的幸 小弟弟死了 对你们是幸事 我们看原文啊 年十三 曹冲十三岁的时候 病病了啊 太祖亲未请命 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们中文要好 才懂 你们看不懂的 我也让你听 亲未请命啊 我亲你死 像老天爷 像祖先 或像什么上帝 拜托 我 我要替他死 我儿子活下来 我替他死 亲未请命 我亲自 替他死 大家知道吗 周五王死了以后 周五王 周五王老大 周公是老二 周五王生病的时候 周公 就请命 像谁请命呢 古代人以为他生病的原因呢 快死的原因呢 一个原因 要鬼把他抓走 这个鬼啊 不是外面的鬼啊 是家里面的鬼 是我们的祖先死了以后 变成死鬼 他们喜欢他 希望他到天上去帮忙 去照顾啊 所以让他早死 所以一个人生病啊 快死了 原因是祖先要他走 当周五王老大快死的时候 他的弟弟周公 跟他祖先那些鬼啊 跟他们的上帝啊 写篇文章 打交道 周公说啊 讲聪明 讲能干 讲才智 我都比哥哥好 请让我死 不要让我哥哥死 让我周公死 不要让周五王死 我来替他死 那周公有这么一个行为 所以古代人相信 一个人要死 别人跟祖先 跟鬼神打商量 我死好不好 我替他死 有这种商量 所以大家懂了吧 曹操太祖 亲自要跟鬼神交换 希望他小儿子能活 他永远死掉 不成功 不成功 怎么办呢 看到没有 其王 安心 潮潮 痛苦不堪 下面我们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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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bless you 李敖宇妙天下 刚才我说 当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死的时候 曹操痛苦不堪 那个时候曹操的老大 后来做了魏文帝的 文帝曹培 宽裕太祖 就是跟他爸爸说 挺宽心的 小弟弟走了 不要太难过了 太祖约曹操说 此我之不幸 而魏曹之幸也 这是我的不幸 我小的小儿子我痛苦 可是你们高兴 你们是好事情了 因为我接班人作文了 言则流涕 鼻涕眼泪都下来了哭 实际上 如果曹操不死 他就变成他二哥一样 大家都念过 曹操啊 为什么 他们家老大欺负老二 我走七步路 你要给我写一首诗出来 说曹操不是写诗吗 最后两句是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对不对 如果曹操不死 最后轮到欺负写诗的 就是曹操来写了 被大哥欺负 那还是 也这很严重的 尽亏他死了 死了应该没事了 没完 曹操 看看曹操干什么 曹操没有 曹操 哭了一周 严格流涕 一提起来就哭 违聘找到真实的 信真的 真家的一个死掉的女孩子 与之合葬 怎么意思啊 我儿子死了 十三岁 他没结婚就死了 这怎么得了啊 我要给他找个 讨个鬼婆 活然怎么嫁给他 找个死的女孩子 真家一个死的女孩子 跟他接鬼气 鬼账不鬼太太 结个冥婚 死掉了一个冥婚 本来我们看三国志 就知道 本来不是找真实女 他找谁呢 找他一个好朋友 一个人叫丙媛 大臣叫丙媛 大家看 叫丙媛 丙媛 丙媛 圆女导王 丙媛有个女孩 家有女儿 早就死掉了 正好赶上 曹操 太祖 曹操 爱子 你看看 仓书 一幕也死了 太祖 就曹操 曹操 欲求合葬 我在叫儿子 十三岁死了 不要一个人死 希望有个 讨个结婚 讨个鬼婆 我要求丙媛 把他死掉女儿 跟我死掉的儿子 埋在一起 丙媛 丙媛拒绝 你看很了不起 他拒绝 他拒绝 他说 合葬 费力 是违反我们中国的经典文化 我丙媛 所以自容于民工 你所以容忍我 我能在你手下做事情 公之所以代言者 你能够用什么来对待我呢 是什么呢 是 以能守训典 能遵守 道德 遵守经典 而不意 没有不讨压还嫁的 如果听民工之命 我听你的话 把我的女儿 死掉的女儿 嫁给你死掉的儿子 这是繁荣 这是 俗人干的事情啊 这是繁荣啊 这是皮肤皮肤干的事情啊 民工也以为的 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你怎么能 我怎么能跟你这样干呢 太祖乃止 就停下来了 刘邦 曹操的停下来了 你看看这炳源厉不厉害 曹操那么厉害的人 说杀就杀人啊 杀恐龙 杀杨修 说杀就杀 可是炳源 哎 我的儿子死了 赶紧女儿 死掉女儿 结婚 都不行 炳源拒绝 可是曹操 看到没有 太祖乃止 就没有进行 怎么样呢 看到没有 最后看到一段话 找真是女 找到个姓真家的女孩子 看到 曹操 看到没有 又聘真是王女与合葬 找到姓真的 你女儿不肯嫁给我儿子 老子找别的女人去 找个死鬼 嫁给我儿子 炳源 为什么要拒绝 大家看到 中国的经典文化 我们念十三经 四十五经 里面有一部书 叫周礼 周礼们有一条话 大家注意 这条话 禁止 殲葬者 与嫁商者 什么是殲葬者 人埋下去以后 不能改 不能说 我给搬家 不可以的 所以中国古代一个穷小子 叫韩信 他妈妈死了 可是他给妈妈找的坟地 找个好大好宽 好 视野非常好的地方 埋他妈妈 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 有一天我将来发达了 韩信后来果然发达了 我给我 我给我母亲 埋在一个地方 很不起眼的地方 又不能给他搬家 为什么呢 进迁葬者 不许 不 藏下以后 不能改地方 不能迁 所以我只好 一开始就找到好的地方 我虽然穷 给我妈妈找到好的地方 买他 将来我发达了以后呢 也不要搬家 不许搬家 埋下去 就这个地方 不许搬家 也禁迁葬者 与嫁伤者 也是禁止这个嫁伤者 什么叫嫁伤者 伤了什么 唯有成年的 未成年的 小男生 小女生 死掉了 嫁伤者 把这种 未成年的女孩子 嫁给了未成年的 而死掉的男孩子 叫做嫁伤 什么 就是逃鬼婆 就是民婚 死掉以后结婚 以前台北市的市长 叫做高运树 他在杨明山 有一个别属 不像我 李奥在杨明山 是个小厨房而已 他的儿子 跟一个女朋友 恋爱 要结婚 两个家都反对 你们反对 好 儿子跟这个女孩子 在杨明山的别墅里面 自杀了 两家没办法 好 你们就一起结婚好了 台湾呢 现在后来还有民婚 曹操那时候 三国时代啊 就有民婚 可是 经典里面 就发现有这个现象 在中国十三经里面 四十五经 五经里面的周理 这部经书里面 规定不许嫁伤 所以 丙元跟曹操说 你对我这么好 我可以跟你做朋友 为你服务 因为 你是我和我 在遵守中国的经典文化 我遵守这个礼法 我把我死了女儿 嫁给你死了儿子 礼法上规定不可以的 为什么 周比说 净嫁伤者 我女儿是伤 不到二十岁死的 你儿子曹操十三岁死了 也是伤 不许结婚的 你曹操怎么可以 让我女儿嫁给你啊 拒绝 可是拒绝的理由 义正词源 根据我们中国的经典 可是曹操 关你什么经典 我的儿子 我喜欢他 他十三岁就死了 老婆都没逃 就死了 多可怜啊 躺在那坟里面 只有一个人 多可怜啊 所以我找个女的 陪他 所以 你 丙丸拒绝了 我曹操啊 找个姓真的 真家的女孩子 来 跟我儿子结婚 大家觉得有趣不有趣啊 中国文化 上层的经典文化 四书五经 那时候还没有四书啊 那时候四书是 纵条才开始出现的啊 那时候经典文化规定的 不可以嫁伤 我曹操 召集阿布 表示说经典文化规经典文化 我曹操是实行的是民间的文化 民间的文化就是要给我的小孩子 不要孤零零零的死去 大家注意到李敖 与妙天下 怎么样 把一个事情 讲得清清楚楚 使你觉得 原来这么回事啊 不然你看三国志演绎 三国演绎 没有这段 三国志有这段秉原的话 看不懂 原来经典反对的 果然是反对的 在经典里面有原则的 就是秉原 秉原 真的是了不起 李敖 与妙天下 现在我们看到 中国的经典文化 跟小市民的文化 是两个鬼的 双鬼的 我们以为 我们整天谈四十五经 谈孔子孟子 老百姓也会这样念书 也会崇拜 也会惧孔 可是他适应起来 老百姓实行另外一个文化 就是小市民的文化 曹操实行的是小市民的文化 原因是说 这个文化 对我的心里的感觉 更重要 刚才我给大家分析了 在我的节目里面 你知道什么是养寇自重 什么是养病自重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英文化里面演变结果 表面上看 曹操是乃指 秉原拒绝了以后 你看没有 秉原说 你这个是 我要听你明明之明 听你的意见 这是繁永远 这是小市民的文化 可是曹操停止了 停止没有 没有停止 为什么呢 找到真家的女儿 又结婚了 我们再看繁体字的这部分 看到没有 文帝宽宽宇太祖 太祖曰 此我之不幸 而辱曹之幸也 言者流涕 为聘 真是 王女 于 和葬 最后一句 大家看没有 命 命 晚侯 聚 子 宗 凤 冲厚 这个文章看起来 文言文 都不经过讲解 大家看不懂 命 曹操的时候呢 就叫命 一个被封晚侯的 就聚 什么聚呢 曹聚 也是曹操的儿子 这个儿子的 儿子 叫曹宗 凤 冲厚 什么叫 做曹冲的后人 什么意思啊 把曹操 另外一个儿子的儿子 叫曹宗 曹宗 过季给死掉的 自己的儿子 换句话说啊 满足了两点 第一点 我这死掉的儿子曹冲 十三岁死了 我要给讨个老婆 使他能够结婚 死了以后结婚 第二个 他不能绝后 可是 没有生小孩子 怎么办 没生小孩子 我找他兄弟的 一个儿子 过季给 这个死鬼的儿子 做他的后人 有趣吧 太有趣了 中国的 民间的文化出现了 我给他 讨鬼婆 给他 不要绝后 都没有趣啊 大家看到没有 唐朝的悬偶门之变 唐太宗 李世民 把他哥哥杀掉 全家杀光 哥哥全家全部杀光 所有侄子全杀光 把他弟弟 李元吉杀掉 李元吉的 所有侄子全部杀光 可是唐太宗 又不愿意 他弟弟绝后 给他弟弟 把他自己的儿子 问了一个给他弟弟 过季给他弟弟 过季给死鬼弟弟 弟弟可以被我杀掉 可是我不让你绝后 我把我儿子给你 大家想到没有 多么有趣啊 所以你看到漫画里面 卡通里面 那个狮子王 那个大狮子死了 哥哥死了 弟弟 为什么要赶走小狮子呢 事实上就要杀掉小狮子 杀掉小狮子的意思是说 我让你这个 前朝的老大的 这个狮子 后代全部死光 小狮子全部杀光 逼着母狮子 生我的儿子 所以唐太宗正做法 是一种动物的伦理学 我们想不到 人类正好做到了动物的标准 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 杀掉了弟弟李元吉 和李元吉的 所有的儿子以后 唐太宗会把自己的儿子 给弟弟 这是人的标准 可是动物的标准 只是杀光 不再把自己的儿子 给别人来继承 这是唯一的不同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眼 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即将国家的电视不好看 因为没有李奥这种节目出现 即使有李奥的节目出现 也会重重的关卡 都不好看 因为我干的这一行 就是打人的这一行 只是用思想 用文化 来打人而已 为什么我喜欢圈主 因为基本上 我不太看得起别人 曹操在中国上面 有很多了不起的功劳 可是他干的一件事情 也是创业主 搞什么 搞特务 中国人开始有特务 有特务的制度 是从曹操开始的 都给你